唉 出什麼哪裡啊 怎麼這麼多眼睛啊 巧克力 巧克力 你看看這個 那個一直盯著我幹啊 他們好像還會說話呢 他們發光 這些眼睛也太恐怖了吧 而且咱们还借借私语 像是在讨论什么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经常梦到自己在一个幽暗的走廊里 不知道是该前进呢 还是该后退呢 最主要的是 这种走廊当然是偷无一人的 可摄能慌了 咱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梦河里的各种奇怪的通道和走廊 咱们究竟会凸在哪里呢 你先来看一看吧 对了 友情提示一下 视频里包含一些微孔元素 本子小子小伙伴们 现在就可以对出视频了 胆子大的宝伴们 点个赞在咱们直接上床面 它怎么一直在变化呀 这部小鸟儿好吃的包啊 自如一部建议宝伴们千万别回去看 当前那一幕 真的看得无冷汗之冒呀 这种奇怪的楼梯 一般都会在废弃的幽儿园里来 这个片段好像经历了很多年一样 这个小鸟儿在哪里呀 怎么这个房子里全都是水啊 哦 真的有地方啊 感觉每一次打开都是新的一轮挑战啊 不知道这个小熊要流浪到哪里去呀 这都像流水啊 看怎么那一幕好像是在下水痘里面啊 有一个怎么又栽又臭的感觉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一睁眼就在下水痘里 你会怎么办呢 那我给你得先回家洗个澡呀 现在就太臭了 这怎么一位算是大礼堂或者图书馆啊 哎 这怎么还一闪一闪的 地上还有好长的线呢 那个橘色头到的人好诡异啊 我哪里是橘子成精了呢 最怕的就是我突然出现的人和东西了 嗯 怎么又软了 断起来那是拉锯子的声音吧 湘底本来是出现 进了越变越恐怖 这么甜的变中了地下室啊 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怪异的酷 看得我都开始害怕了 生炒 这楼梯怎么在动啊 地面全都在动 最怕的就是这种 客户一人的走廊了 好像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一样 怎么感觉下一秒 不知道会窜出来什么怪物啊 可是吧 你们在梦中梦到过这场景吗 如果你梦到过类似的场景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 点灯关注下期更精彩